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政府在1977年开始推出居者有期屋计划 当年同样是以市值折扣价出售 但不同期数的定价就受到地产市道波动的影响 重温当年的报道 政府在1977年推出居者有期屋计划 出发点就是希望中等入息的市民 是可以置业安居 免受私人楼宇租金昂贵之苦 到现在居屋计划已经已前后推出了四期 不过各期的业主就有幸又不幸了 第一期和第二期居屋楼宇一共有14000多个单位 这些业主当时是用比市面楼宇平两成的楼价买入 价钱由9万至15万不等 最理想的就是可以享用到7至9厘的低息供楼贷款 5年之内维持不变 换句话说 这批居屋业主平均每个月供1000元左右 就可以置一间美好家园了 加上1978年后 楼价飞涨 这批居屋人士可以说是幸运的宠宜 命运各有不同 第三期居屋的购买者就没那么好处了 这批居屋还是计算地价发售 但是当时的地价就站在很高的水平 供楼利率也有所更改 供楼人士只能够享用比市面利息低一成的贷款利息 所以第三期的业主在供楼的方面负担就极之沉重了 我买的时候是19万多 你这个单位有多大 490多尺 那现在要供多少钱 因为要供2700多元 那你现在供多少钱 三千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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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说你六千元 就是六千多元的入息限额 是不是很负担很重 是啊 所以人家说有些年中欠百多元 不够资格不给人 根本上你政府定的资格 如果以这样的生活手组就不够用了 这期居屋每户入息限额 是每月六千五百元 一半收入要供楼 有些人就难免要节衣缩食 到目前为止 第三期居屋已经有178个业主 将楼宇退回房屋处 问题亦都主要出在经济之上 有些买家买了都退出的 甚至乎第一期都有 刚才你说的第三期就夹 是有业主退 但是他退了那些 所有都已经卖出 而有新业主也都入了火 目前私人楼宇销售情况 并不理想 很多地产商但求将楼宇脱售 都有进一步降低利润 减价销售的计划 形成对居者有其屋楼宇销售的压力 不过私人楼宇和居屋 亦都有各自自己的吸引力 前者既无入息限制 楼宇转售又有绝对的自由 而后者的环境设计就比较理想 购买者还可以得到政府担保 分15年摊还楼款 而首期都只是需要付出楼价的一成 就可以入住居屋了 对于真正事业的人士 居者有其屋的楼宇仍然是非常吸引 BGM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